大家好,我是程飞 今天咱们来吃一个寿喜锅自助 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说 在西单这边新开了一家百元的寿喜锅自助 那咱们就来看看 先做一个心理建设 这个一百元的日式火锅 那咱就是能吃饱就行 祈祷它没有雷就OK 东西看着 硬件设施 看着还可以 这家店没有熟食料理 特色小吃 间接节省成本 蘸料 顺菜也算是齐全 这两种肉的话是稍微肥一点 然后这一款的话是牛尾花 它是维修三间的 这也是的牛胸 它是稍微带点肥 然后这边的话是上脑 香槟龙和牛筋 牛筋是大块的 然后这三款肉的话 都是稍微比较臭一点的 拼手一点 好嘞 谢谢你 这家店 从西单华为大厦的南门进来 它有一个小楼梯上到一层半 火开始从正门进来 然后从一层二层一层二层 转了半天 也没找着 有点 做错路了 先尝一口寿司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有点凉 然后就是 米饭裹了香蕉 涂了点甜酱 没什么特点 当然了 重点还是它这个肉啊 这边咱尝尝 这牛肉还不错啊 它在这个肉类 是只有五款的牛肉 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 猪肉鸡肉 雾鸡爪什么的啊 吃了这第一个 感觉还是可以的 这个它菜单上写的是 澳洲M9啊 牛后豚尖部位 就是大家注意啊 在这个涮火锅的时候 尽量是生熟筷子 分开用 然后成为不好 一定要确定这个肉 涮熟了你再吃啊 虽然说跟真M9 可能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 但是这个肉本身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好像牛肉的等级分量啊 就是说只要这个牛 被平定为叉叉等级之后 那它这个牛身上的所有部位 都可以叫这个等级 行谢谢您 服务这么好 辛苦您了啊 没事没事 我们现在不服务 没事 帮您可以 好嘞 服务这么好 它这里的饮料完了是冰贵里自取 收费的和免费的分开的 不用担心拿错 又涮了一个部位的肉啊 牛煎肉 好消息是肉不错啊 坏消息是和其他肉没什么区别 这个牛五花 至少样子上看着区别还是挺大的 肠上它味道怎么样 好谢谢您 这牛五花脂肪含量比较高 摇在嘴里真的是好嫩啊 咱们汤的话稍微给您加一点吧 行 麻烦您 你觉得鲜吗 挺好的 那就给您加那个大汁了 行 因为咱们吃 咱们就别鲜 行 谢谢啊 但从口感来说 我觉得这个肥德尔的牛五花 比其他的瘦肉又好一些啊 还有一款牛上脑 这鲜肉我都尝了一下啊 简单的评价一下吧 肉本身呢都挺不错的 非常对得起它这个价格啊 而且就是说从性价比上来说 不属于伊豆野菜村 他们这种老牌的一线的寿喜烧自助 有一片肉刚才没捞出来都补老了 这肉老了之后这味道就一下补好了 谢谢 咱这也太热情了热心了 有点不适应 咱们吃的好物也好 谢谢您啊 吃的开心的话你下次再来 好嘞 他这服务真的是太紧凑了啊 收空盘的时候问需要 您好你需要帮忙收空盘吗 然后这个时不时来一趟说帮你偏磨 啊相当好啊 他这瘦点肉嚼着给力 这家百元寿喜烧远超我的想象啊 之前毕竟有两次这个百元寿喜烧算是踩雷了 完了体验挺不好的 这次没抱多大期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了啊 它这个价格好跟那个跟主流的那些寿喜烧自助啊 他们差的好像就差在各种小菜小吃上了 它除了几个凉菜和甜品之外 各种特色的小吃熟食什么的 它这里都是没有的 尝尝它这个小菜 你看咱这小菜基本上都是买的成品吧 直接啊 嗯对 哦嘞 但是像咱们那个香热豆腐的话 整个都可以自己做 好嘞谢谢 这辣裙边真是 哇 麻辣上头啊 嗯 然后再拌均淡淡的甜味 还挺好吃的 孩子啊 拿了俩 眼花了 拿了两个的这个裙边 发现一个比较惊喜的事情啊 他们家这个的麻将 没有经过乱七八糟的调配 就是如果说它在店里头 栽有这个 俘乳 韭菜花 就可以自己配出很好吃的麻将了啊 不过毕竟的这个确实它是一个日料店 没有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就其他日式火锅店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它给你虾配 配出来的不好吃 它这个原装麻将 我自己加了点醋 酱油 蚝油 白糖 然后自己调的这么一个味啊 完了 也是味道好多了 尝尝它加甜品啊 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惊喜 拿了勺子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我就是特地没拿勺 就说尝一下 人家看我没拿勺 不要碰我拿勺子 这个甜度口感都还不错啊 不过就是确实我个人不喜欢杏仁的味儿 怎么说呢 他把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做了好吃了 挺厉害的 然后看看这个大福 里边像裹了香泡冰激凌 太爽了 大福一会儿可以多来一起来尝尝 小蛋糕 小蛋糕不好吃 哦对了 好像有个很关键的网友说了啊 他家是有两个档位 一个是 就说团购价啊 一个是98块钱 一个是138块钱 但是138块钱 他只多了一份刺身 啊 那你说你花40块钱 那你说你花40块钱吃一份刺身 我个人感觉啊是完全没必要 而且他只因为他只限量一份啊 啊 涮了一整盘肉可以大口吃了 嗯 食粒了 嗯 你回品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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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这块除了之后 也准备有什么特色的东西了 该介绍的我也介绍完了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这块没有其他的熟食小吃这种的 所以来这块就是吃肉 98的价格来说 对于这个寿喜锅来说 这品质我觉得是可以的 跟178那些寿喜烧香比 确实还差了点 但对于98来说是远远足够了 一句话总结 来这吃肉 那么好的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你带来好的胃口 咱们下期再见 剩下时间我就慢慢吃了 对了咱再说一句 咱们吃资助点餐 少量多次 我这块剩最后两盆肉 然后肯定是不够吃了 咱们再点心的 全都吃干净了 没有浪费 菜这里还有铁板烧类的食物 不过是需要单点的 不在资助里头